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雄》第957回 萧炎低喝了一声 爆 他深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身形暴退 嘴中传出一道利喝之声 伴随着利喝声的落下 那充斥着毁灭之力的火焰风暴 终于在此刻彻彻底底的爆发开来 砰 可怕的火浪重重轰击在巨人的身上 强悍无比的尽力 直接让着巨人连连后退 甚至连他的身体都变得虚无了起来 砰 蕴含着毁灭力量的火浪 不断的扩散而开 恐怖的温度直接让着这片天地的所有水分 瞬间蒸发 而在火浪接二连三的轰击之下 那巨人身体越来越虚幻 到的后来 终于在一道闷声响下爆裂开来 化作了一片的虚物 啊 怎么可能呢 巨人 巨人爆裂而开 那妖花携军也是一口鲜血喷出 眼中涌现了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但是此刻已经没有什么骇然的时间了 那蕴含着毁灭力道的火浪 在震退巨人之后 也是闪电般的对着他波及而来 这若是被击中了的话 恐怕 妖花携军会在一瞬间化为烟灭 压抑下心头的惊骇 妖花携军一咬牙运转体内所有的斗气 身形化作一抹闪电 猛然暴退 妖花携军的速度极为迅猛 一眨眼啊 就突破了广场周围的斗气防御罩 而那火浪也是在众多花宗长老震惊的目光中紧随而来 接着轰击而上 砰 巨大的防御罩狠狠一阵的颤抖 涟漪急速扩散 不过索性却并未立刻的崩溃 见到这一幕 那些花宗长老刚要松口气 又是一道毁灭火浪扩散而来 如同锯锤一般重重的轰在斗气罩上 咔嚓 这一次斗气防御罩终于到达了极限 在一道咔嚓声响啪的一声 暴力而开 失去了斗气防御罩的阻拦 这火浪更是肆无忌惮的弥漫开来 见到这一幕 广场周围那些花宗弟子顿时脸色变得惨白起来 然而就当火浪即将扩散出庞大广场的时候 一道苍老的叹息声缓缓在天际响起 哎 旋起一道身影突兀的闪现 绣袍挥动 无形的涟漪扩散而出 最后与火浪悄然对碰 两股能量彼此侵蚀 最后缓缓化为烟灭 见到这突然出手的身影 一些花宗长老脸庞上都浮现一抹惊喜之色 啊 大长老 天空上 那名突然出现的白发老玉 望着远处的萧炎 有些无奈的说 萧炎呢 你是想毁了我花宗吗 文言脸色有些苍白的萧炎 有些尴尬 他能够感觉到这白发老玉恐怖的实力 当下不敢放肆 拱拱手说 在下 实在是情非得已 还望老婆婆莫怪 话音落下 萧炎从那截中取出了几枚丹药 塞入嘴里 然后目光转向广场上的花锦 此刻的后者呀 一张脸颊竟是金剧之色 那望向萧炎的目光 就跟看了鬼师的 他可从未想到过萧炎居然能够施展出 这等连妖花携君都无法接下来的可怕的攻击呀 远处 妖花携君狼狈的身影再度掠回 面色阴沉 立于天空之上 嘴角的血迹依稀可见 他明白他刚才退出广场的范围 就失去了比赛的资格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他妖花携君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败在了一个实力仅仅是二星斗尊的 小子的手里 嘴角微微抽携 妖花携君脸色阴沉得可怕呀 那些从各处射来的目光如同针扎着一般令他浑身难受 天空上 萧炎 瞥了一眼远处的妖花携君 不搭理他 远远自天空上落了下来 望着不远处的花锦 不说话 手掌在面前一抹 四朵一伙又浮现了出来 见到四种火焰再度浮现 花锦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是煞白了 我认输 连妖花携君六星斗尊的实力都接不下来 换作是他恐怕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 当下急忙奸生叫道 听到他表态了 萧炎也是淡淡一笑 嘴巴一张 就把四种一伙吞入体内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可没有接连施展两次毁灭火莲的能力 看来啊 这个女人是被妖花携君的结局 吓怕了 见到花锦认输 众多花宗长老都微微摇了摇头 今天这场鄙视还真是个笑话 一名四星斗尊和一名六星斗尊 却败在了一名二星斗尊的手里 这要是传出去可真是个笑料了 萧炎偏过头来 望着张着红唇 绝眉脸颊上满是错愕的云韵 倾壳了一声笑道 幸不辱命 你啊 还是这么喜欢逞强 云韵看着萧炎的同样戴着一份苍白的脸 却忍不住的盯了他一下 语气略微有些称怪和以及另类的 欢喜 天空之上 那位花宗的大长老轻弹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花锦 淡淡地说 既然你输了就将宗主玉牌交给云韵吧 啊 这 花锦的手掌顿时紧握了起来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他又不能耍赖 当下只能一咬牙把玉牌从那界中取了出来 丢给了云韵 花宗大长老视线转向云韵 微微一笑说 我呀 和他们不一样 我相信宗主的眼光 云韵 日后你便是花宗 新一任的 宗主了 望着漂浮在面前的宗主玉牌 云韵却并没有伸手去接 对于这宗主之位 他实在没什么兴趣 而且因为当年那些事的阴影 他现在最不愿意干的 恐怕就是继续当什么宗主 见到云韵脸颊上有迟疑之色 萧炎催促道 快收下吧 萧炎不说这句话还好 他一说呀 云韵就忍不住的瞪他一眼 咬着一口银牙 细细碎碎的念叨 收下 然后再让你来耍一次威风吗 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记得这些事啊 当初的事没有谁对谁错 我固然灭了云南宗 可云南宗也令得萧家损失惨重了 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但有些事总得有交代呀 我才不知道那些大道理 提到此事 云韵眼睛就略微有些泛红 他同样知道这件事 从萧炎的立场来说 他并没有错 但是 云南宗毕竟是养育了 他这么多年的地方 但当初却被这个家伙 说解散就解散了 萧炎轻声说道 你要是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 像以前那种寄人篱下 明显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安宁 再加上你 接受了花婆婆的传承 这个位置你不坐的话 就会令得花宗始终陷入内乱争夺之中 这种事 想必不会是花婆婆乐意看到的吧 云韵一愣 迟疑了片刻 终于微微点了点头 他抬起头来 望着天空上的白发老玉 弓声说道 大长老 这宗主之位 云云可在世代理 若是日后您老人家觉得有更合适的人选 和我说一声就行 放心吧 老宗主的眼光 老婆子还是很相信的 既然他连毕生斗气都传承给你 想必你便是他心中最为完美的人选 听得白发老玉的话 那花紧脸颊却阴晴不定 大长老 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方才让天明宗和我花宗有联手的趋势 如今宗主之位改换 而且硝烟还打上了腰狼 我看这联手不仅得告吹 以天明宗的行事风格 或许也不会善罢干秀的 花锦这话里的意思很明显 带着威胁 也是相当明白 如果这宗主之位换成云云 那不仅和天明宗无法联手 反而会令得天明宗敌视花宗 白发老玉微微皱了皱眉头 虽说花宗和天明宗并列二宗 但前者的实力已不及后者雄厚 再加上天明宗太过强势 这些年不断的扩张 宗内更有着强者如云 寻常势力可不敢稍微触碰他们半点的眉头 而这妖花邪君 则正是天明宗的人 本来他们是打算让妖花邪君和花锦联姻 促成两宗的关系 进而联手 花宗和天明宗虽号称二宗 但放眼中周能够与二宗匹敌的势力 却并不少 只不过这些势力并不想让他们这般张扬 他门派之内的底蕴 却丝毫不比二宗要弱 萧妍 微微一笑 与虎为伴 终遭虎实啊 大长老 对于天明宗的行事风格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若是两宗联手 恐怕很难达到真正的平衡 迟早会出现反客为主的事 到那个时候 花宗恐怕就会成为天明宗的另外一处分宗了 萧妍 你少胡说八道 花锦脸色一变 对于这个女人 萧妍却理都不理 目光望着白发老玉 若是大长老不嫌弃 日后 我星允阁 可以成为花宗一个可靠的盟友 想必以加湿的信誉 大长老不会有什么怀疑吧 白发老玉一笑 要尊者声名显赫 整个中州谁问不知 他的信誉 自然是无人能够质疑 玄吉点了点头 目光略有些严厉的妄想花季 从今以后 云运便是花宗宗主 获得再有任何争议 在萧妍此话之下 这个大长老终于下定了决心 虽说若是以往 一个星允阁 还没让他这么重视 但如今却是不同了 星允阁除了要臣这个半生 势力必将突飞猛进 即便到时候是天明宗 都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一个是心怀不轨 迟早会反口咬过来的老牌大势力 一个是心心而起 但却拥有着巨大潜力的可信势力 两者如何选择 其实并不困难 见到白发老玉 吃定了秤妥铁了金 要立云运为宗主 那花锦 面容失色 但是他却没有再说什么 他也明白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好 既然大长老这般选择 那本尊也只能说 希望你到时候可不要后悔 妖花协君面色颇为难看 今天不仅丢了人 还把大事给办砸了 这次回去必然不会好交差 白发老玉挥了挥手 这便不劳你费心了 妖花协君嘴角微微抽搐 哎呀 事情已成定局 他也不好继续在这丢脸呢 当下一副绣袍 转身对着花宗之外暴力而去 在他转身的时候 那对望着萧妍的目光 却充满着阴森怨度 显然今天面子丢大了的他 把这个萧妍 彻底的恨上了 对于他的目光 萧妍只是一笑 六行斗尊的确强横 但如今的他并非是省油的灯 即便这个家伙想搞什么手段 萧妍也并不惧怕他 花锦见到妖花协君愤然离去 想要挽留 但却未曾说出口 咬了咬牙 并没有跟上去 而是一扭身 对着山峰之下掠去 一眨眼 就消失了踪迹 见到这两个人离去 白发老玉目光 缓缓缓扫起全场 从今以后 云运便是我花宗新一代的宗主 他的命令 所有花宗的弟子都必须遵从 否则 门归伺候 是 白发老玉声音落下 那广场上密密麻麻的花宗弟子连忙贵福在地 见过宗主 望着周围密密麻麻贵福而下的弟子 硝烟微微一笑 望着略微有些慌乱的云云 恭喜了云云宗主 云云又白了他一眼 轩机悠悠一叹 每次这个家伙的出现呢 都将令他的生活出现改变 真是个冤家呀 云云上任的仪式并不隆重 但有着那位花宗大长老的主持 一切都显得颇为正规 而当仪式完毕时 云云就真正成为了花宗新一代的宗主 在仪式完毕之后 硝烟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让云云帮忙找了一处幽静的静视 古灵冷火之内所隐藏的抗拒性已经完全消责 正是将之吞噬炼化的最好的时候 而且这花宗同样有着不少强者坐镇 在这儿练古灵冷火 倒是个不错的地方 但随着如今 接触的强者越来越强 硝烟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虽说如今面对 妖花邪君这等强者 他能够不拒 但是 他的敌人 却并非是妖花邪君 而是 魂殿 对于魂殿的九天尊以及八天尊的能力 硝烟已经亲眼见识过了 他心中清楚 若是碰上两个人中随便一个 那恐怕都是一场惨烈的大战 最重要的是 即便惨烈雕首 胜算 都不会太高 虽说如今要老 晋升为半圣 但他硝烟不能一直跟着老师的神 以后 提升自己的实力 方才是重要的事 静世之中 淡淡的檀香 自顶炉中弥满而出 令得其中烟雾缭绕 清晰了一口 仿佛脑子中的杂念都在这刻 尽数消除了 对于这座静世 硝烟倒是颇感满意 硝烟在石床上盘腿而坐 不过他并没有现在就动手炼化 古灵棱火 先前和妖花携军交手 施展毁灭火莲 消耗了不少的斗气 炼化古灵棱火不是轻松的事 自然要准备充分一些 这般修炼持续了约么半个小时 硝烟那紧闭的双眼 方才缓缓地睁开 毛子之中已经再度回归了平淡 看上去如同深渊 不起丝毫的波澜 一口浊气雨顺着喉咙被缓缓吐出 硝烟脸庞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荧光 双眼眨动 一丝丝森白色的火焰从眼瞳中蔓延而出 眨眼的时间 双眼便被森白色的火焰所覆盖 炼化 正式开始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一直热心的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 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